乌龟身边是每一个养龟人绕不开的难题 即便你是饲养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一样无法摆脱首可的命运 可能有些龟又没有这样的体会 那是因为那些人养龟日子不久 养的数量也不多 有句歌词写的好 爱过知情重 罪过知久农 多少养龟人练就了一番养龟神迹 看似神乎奇迹令人向往 却不知背后尸痕遍野 一地龟壳 有道是一将功臣万古枯 再贴且不过 乌龟生病后为何那么难治 甚至是死得不明不白 今天小包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个敏感却又无法回避的世纪难题吧 网上叫成满天飞 没有一个能治病 各位养龟的同仁们 尤其是新入圈子的新手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发现乌龟生病了 积极查询了各大网站 询问了各个群的龟友 辛辛苦苦的寻求质疑良方 可是到头来得到的答案 不是五花八门 就是一头雾子 好不容易找到个看似正确的治疗方案 一顿折腾后 龟儿子一鸣呜呼呼了 哎 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些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就直接弃坑了 小豹也是这么过来的 身里有杆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面要讲到双方的问题 一个是求助者的问题 一个是帮助者的问题 求助者这儿 首先对乌龟的病情掌握不到位 有的甚至连是否生病都判断不了 小豹收到过无数前来咨询乌龟治疗的私信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根本不知道乌龟的状态是否正常 只是感觉好像可能 也许应该是生病的吧 这些龟友也算是做过点功课 只要看到一丝一毫 与疾病状态相似的特征 就判断乌龟生病 什么腹水啊 不吃啊 不活跃啊 等等现象 就成了乌龟生病的绝对依据 然后啊 它是病急乱投医 各种抗生素消炎药 无名配方一股脑的用下去 完了 折腾死了 而在帮助者这一头啊 那就更过分 网上确实有很多治疗乌龟的帖子 但是这些信息就一定正确吗 再者 即便信息靠谱 这则配方就是针对你这只乌龟病症的吗 显然这里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那我不找网上的资料 我求人去 我去各大养龟群去问总行的吗 朋友们呢 你想想看 先不论你和群里的这些江湖朋友们有多少交情 人家帮你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再者 大家本来都是网络交流 都不需要为言语负责 真来几个阿乌驴冒充金刚钻 你又如何变变 当然还有很多喜欢装逼的半调子 教人不会 杠精第一 你在这样的环境下投医 不是才怪了 所以想单纯的靠网络来寻求治规处方可靠性并不高 但是如果你能从众多的信息中提炼出有用的内容 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得出一个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案也不是不可能 一切还得取决于自己的判断 如果各位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还请一键三连约表成一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治疗思路有问题 那网上的龟又不靠谱 我问技术大牛总可以吧 我问各大博主 为知名商家 问养职户老板总可以吧 好 我们来聊聊现在养归暗号者对治疗乌龟这个事是怎么想的 首先 小报不装清高 实事求是的说 自从踏入养归领域来 收壳就一直伴随着我的养归手 从一个小白不断的死龟 到现在前后挂的乌龟 数不胜数 但是依然无法做到妙兽归 我相信谁也做不到 哪怕是专业的兽医 有很多养乌龟的人 不知道乌龟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治疗 或者说他们应该如何咨询治疗 小报收到太多的归人 我来问我都是这样的话 报哥 我的乌龟不吃东西了 怎么回事啊 小报 我的乌龟浮水了 怎么办 基本上啊 就只是表达这么一个情况 其他的信息一概不提 这就好比你去医院看病 看到医生那边直接来一句 医生我头疼 要吃什么药啊 至于你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是否有过磕碰等其他信息 一概不说 然后我再一个一个的问 水温多少度啊 这个情况几天了 每天问多少啊 是不是刚收到的灰啊 一个一个的追问过去 最后还得加一句 你发个图片给我看看 啥情况 很累啊 如果是一些腐皮腐甲白眼等 常见的外部疾病倒还好 要是内部症状 对不起 麻烦了 说到内部疾病啊 就是所谓的内科了 大家都看过内科吧 感冒了就是要看内科的 对我们人类来说 感冒是个小病 但是对乌龟来说 那可是光乎生死的大病 各位朋友们回想一下 自己看内科时的情况 医生在了解你的病情后 轻易色的都会采取一个 什么步骤啊 厌许 拍片 这些工序做完以后 再来告诉你 怎么吃药 是不是这样 可是各位在看 小报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谁给得了感冒的乌龟 去拍片呢 有吗 应该很少吧 对我们来说 一个小小的感冒 都需要借助拍片子 才能采取有效的治疗 更何况是乌龟 所以啊 当很多龟友 表出了一系列的症状后 小报也只能无力的叹息 朋友啊 你这个情况还是送宠屋医院比较痛快 我啊 只是一个养龟玩家 不是兽医 无能为力啊 所以啊 为何网上遍布了各大养龟国度 各种技术大名 但是真的能有效治疗内科疾病的少之有数 再者 要真的把龟友的龟给致死 那还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啊 还是建议您去找生意吧 至于那些商家呀 养殖户啊 我相信里面一定有治疗水平高等 毕竟人家可是吃这碗饭呢 要是连基本的医疗水平也没有 那真是合情过不去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他们愿意帮你免费治疗物龟 不也是合情过不去的 此处可以点个赞 国内的龟一技术极度规復 网上资料不靠谱 各大博主商家养殖户无能为力 那我去宠物医院总行了吧 不好意思 您真要去找个专业治疗乌龟的地方 还真不好找 国内的宠物行业近些年来 虽然发展迅速 各种宠物医疗服务也在不断进步 但是很可惜 那都是带毛的宠物 和你带着铃片的没关系 就在上海这地方 小报都很难在附近找到一家 能够治疗乌龟的宠物 相信其他城市和地区也好不到哪去吧 即便真的有这样的医院 那个质量成本都不是可以让玩家接受的 就在这样极度匮乏的龟一技术背景下 催生了一个个龟药生产商 每一种药品都堪称印度神油般的神器 他们充斥在某宝的多家店铺里 这一个个的三无包装我就忍了 但是怎么同一种胡椒粉还分不同的瓶子 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分开卖 牛 真的牛 本来骗一回的玩意合着骗你几回 里面都是些什么成分 咱们就不深究了 无效是良心 吃死是倒霉 你的龟没死还治好了八成是你的龟 命运自己挺过来的 你还以为是神药显灵了 这药是吃死了或者治疗无效嗝屁了 商家就说是你的龟病入膏肓 无力回天了 龟药都不靠谱 那用人吃的药总行的吧 人吃的药总不会是假药了 得 人吃的药当然是真药 而且药效良好 可是你压得把乌龟当人一样的趣味 那就有点苦笑不得了 小豹养龟这么多年 看过了无数的治疗贴 治疗视频和无数的养龟爱好者交流 治疗行动 即使现在都没能完全掌握药剂量的配比 更何况不同的药物 有不同的强度 药剂学本来就是一门专业 药物的浓度 对水配比量 副作业 乌龟的体重 症状反应等因素 都是直接影响治疗结果的重要因素 其中只要有一项出现问题 就会导致不可预估的后果 多少的养龟人在历经千辛万苦后 总算遭到了治疗方法 赶紧依照配方抓药煎药 满心期待的送到贵儿子面前来一句 大狼该喝药了 这个世界清净了 亲爱的贵友们 我们处在一个需要探索和求知的世界里 无数的鹰猎前辈们用心血和汗水造就了我们如今安定的生活 养龟也是一样 国内龟圈的发展不算满 但是针对龟病治疗的服务一直没有同步行进 究竟是无可 是商家不希望玩家的乌龟养活吗 还是治疗乌龟没市场 也许我们也得像英雄先列们一样 用龟壳帮无数的后辈们吸睛斩绩 开头道路 只不过这条路真的很艰难了 视频里的这只乌龟叫闹闹 是一只格兰德彩龟 目前它的情况非常不好 医生的诊断报告显示 它的肺部出血严重 伴随着肝部损伤和皮肤外伤 目前需要进行留言观察 大家可以听到画面中的哭泣声 女主人是悲痛欲绝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酿成这样的惨剧呢 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 看看事情的原味吧 闹闹是一只一岁的格兰德 据女主人小暖回忆 刚来到家里时 她还只有四公分 是一只呆萌活泼的小闺蜗 自那时起 这个家庭里就多了一位新诊员 而闹闹也很有名性 不仅调皮可爱 也非常听话 与小暖的感情一直很好 国友们在群里啊 时不时的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看到她与女主人亲密的互动 让大家倍感温馨 可是好景不成啊 突如其来的意外 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闹闹出事了 事发当天 小暖正在给自己的宝贝贵儿子们 清理背景 由于是在阳台上作业 需要清理背甲的乌龟也不止一只 也就没能顾及到闹闹的共享 只是一颗不留神 闹闹消失了 她从四楼阳台往死 伴随着一声沉梦的撞击声 小暖的心沉到了谷底 由于楼下是水泥地面 中间也未遭遇任何外力缓冲 基本就是成自由落体下落的 而当时闹闹已经是一只 240克的大家伙 这个撞击力度是非常巨大的 闹闹的情况很不好 能看到有明显的外伤 嘴里开始吐血 并且伴有艰难的喘息声 种种迹象果明 闹闹受了内伤 小暖只能心疼地把它捧起来 赶紧送往医院 送到医院的闹闹已经开始出现抽搐反应 并且张嘴喘气 因为有内伤 所以医院要求先拍片 并做一个深化检测 通过医生的检查后发现 闹闹的肺部出血严重 伴随着肝部粉伤和皮肤外伤 当时的情况已经很危险 如果连膀胱也破裂的话 就无力回踪了 所以当务之急是需要马上给她止血消炎 并且使用福塞米保持尿路通畅 把血尿排出 注射败有力进行消毒 梅洛西康进行止痛 但是即便在这样紧急处理的情况下 医生依然无法保证闹闹可以停过去 接下来就要留院观察 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看着闹闹痛苦的表情 小暖自责不已 不过令她感到欣慰的是 大家一直给予她安慰与鼓励 也让她重拾信心 愿意同闹闹一起度过这套难关 其实宠物发生意外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也是谁也不想遇到的 多少养归爱好者 在体验饲养宠物乐趣的同时 并没有充分考虑过承担的责任 小暴也听闻过很多残酷的遗弃事情 乌龟生病了 丢弃 被咬断尾巴了 丢弃 养残了 丢弃 不想养了 也丢弃 反正只要有钱 可以再买新的 不是吗 其实小暴也不是要拿小暖的故事 来要求大家这么做 只是呼吁大家对自己的宠物多一些观望 不要把它们仅仅当作一种 可以随意丢弃的物品 毕竟它们都是生命 也许对你来说 它们只是你的一段经历 但是对它们来说 你却是它们的全部 值得高兴的是 小暴看到了不少养归人的真心 除了小暖之外 也有很多龟友做到了不离不弃 比如这位龟友叫贝贝 它的大和甜甜圈也在节省治疗 因为附近没有治疗乌龟的医院 这个勇敢的女生自己购买药物和注射器 在和联老师的指导下 尝试治疗 并且每天都在精心照料着艾归 她说 不管结果如何 一定要尽力而为 这样才对得起这份来之不易的羁绊 这个是闹闹治疗期间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闹闹在暖房清护室里的情况 医生每天都会把闹闹的病情发给小暖 告诉她治疗进展 值得高兴的是 情况正在慢慢好转 闹闹不再频繁地喘气 眼神也明亮了不少 虽然还无法保证她能脱离危险 但是情况正不断地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当然这个也要归功于小暖对爱宠的珍惜 可能养过猫狗的朋友们都知道 宠物医院的治疗费用是非常高昂的 小暖到目前为止 已经为闹闹支付了2000多元的治疗费用 之后还会继续增加 如此高昂的治疗成本 一定会让不少养贵而好者望而却步吧 但是小暖不惜成本 也要为自己的爱宠负责到底 这份责任心是值得存在的 相信闹闹在如此暖心的呵护下 一定会好起来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是小暴 我们下期再见了